游览车闯进部落导致交通大打劫 南投南风村部落昨天来了一辆游览车 原本是要前往蒙古瀑布 结果驾驶一次不熟悉路况就开到了部落里头 由于部落的道路只有大约三米宽 勉强只能让一辆车通行 这台游览车误闯之后直接卡在了马路中央 进退两难 附近居民气得在脸书po文 要游览车不要再擅自闯进部落 当地的公所也决定 最近会在瀑布前两公里的路口 加设路障禁止车辆进入 游览车闯进小路动弹不得 只见画面上的轿车打起倒车档 试图让游览车通行 疑似游览车驾驶也下车要指挥交通 这里是南投南风村部落 当地道路狭窄 8号下午却来了一辆游览车 卡在路中央进退两难 一台车进来就去报会在里面 你就要找别的地方 实际走访就知道路有多窄 两个人把双手张开 就能挡住整条马路 当时游览车载着游客 准备前往蒙古瀑布 疑似不熟悉路况 闯进部落 造成交通大打劫 小车都过不去了 还有游览车 这太扯了 这完全没有功德 白六里白天的话 游客多的话 谁要去单上工作的都没办法进去 附近村民不堪其扰 因为这里是民众前往 蒙古瀑布的必经道路 人一多状况也多 村民也气得在脸书抱怨 呼吁游览车不要进部落 因为里面连倒车的地方都没有 难道要请吊车把车子吊出去吗 提醒业者不要造成民怨 爆量人车涌入蒙古瀑布 乱象平全 当地公所表示 经过部落会议通过 最近会在瀑布的入口处 前两公里加设路障 禁止车辆通行 也希望游客多一点功德心 留给村民一个方便 集资荣城蓝龙报道